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您收听《灵权心语》的节目 感谢主,让我们远隔千山万水,却可以在空中一起来灵修 分享神的教导和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经验和体会 愿无处不在的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能够听明白祂的教导 在前些日子的节目里面,我们复习了不少圣经当中关于夫妻关系的教导 说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要彼此顺服,互相帮助 我们讲的呢,都是在平常状态下的夫妻相处之道 可是啊,生活当中也会有风波恶,行路难的状况 特别是发现了自己选择的爱人,犯了自己难以原谅的过错时 正好啊,我这些天读了一篇文章,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在节目里呢,与你一同分享这个故事 话说啊,有一个叫小诚儿的年轻人 他是一个安分守己,没有不良嗜好,又很有正义感的年轻人 他大学毕业已经一年了 本来呢,年轻人虔诚远大,应该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才对头 可是呢,本来是无忧无虑的小诚儿,最近呢,常常叹气 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谁都可以看出来,他心里面一定是充满了苦恼 那么,他到底在为什么事情发愁呢? 有一位小诚儿的好朋友,他实在看不下去小诚儿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就诚恳地找他谈心 小诚儿被朋友的真诚感动了 自己的心里面呢,也实在是不胜负荷 希望有个人能分担一下,出出主意 所以呢,小诚儿就终于说出了他心里面的烦恼 原来啊,小诚儿有一个交往了两年多的女朋友 那个女孩子啊,长得相貌端庄,性格温柔 两个人呢,情投意合,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现在呢,这个女孩子也马上就快要大学毕业了 小诚儿呢,一想,现在是解决终身大事的时候了 就像父母亲呢,说起了自己的想法 小诚儿的父母亲呢,也很喜欢那位女孩子 所以呢,小诚儿就准备提出来求婚 这本来是件大喜事 可是呢,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正在小诚儿打算求婚的时候 他发现了自己难以相信的事实 他那外表温柔端庄的女朋友 在刚进大学的一年半的时间里 曾经先后交了四个男朋友 不仅与这些男人呢,有过亲密的关系 甚至呢,还打过胎 这个事实啊,就像晴天霹雳 震得小诚儿头脑发昏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诚儿呢,绞尽脑汁 也想不通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 是那个女孩子年幼无知 上当受骗吗 可是呢,俗话说 有在一在二 没有在三在四 她怎么可能一直被骗 而不接受教训呢 如果说她天生就是一个行为不减点 放荡不羁的女子 为什么自己和她交往了两年多 她却一直表现很正常 连自己阅历丰富的父母亲 也觉得她是个好女孩呢 小诚儿整个的心思 都被这件事情给占据了 她百思不得其解 痛苦万分 也不能吃 也不能睡 世界上其他的事情 都失去了意义 成天想的呀 就是这件事 可是呢 却一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接下来啊 小诚儿还要做一个决定 她要不要娶这个女孩子为妻呢 自己的父母如果知道了这女孩子的过去 还能同意吗 亲戚朋友会怎么看 如果真的娶了这个女孩子 她今后能彻底改变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吗 小诚儿的朋友听了小诚儿的话 看见小诚儿痛苦万分的样子 知道小诚儿啊 爱得非常的深 即使她今天能咬着牙忍痛隔爱 重新交个女朋友 只怕是心里也难以忘记这个女孩 可庆幸的是 小诚儿的朋友是一个基督徒 她看见小诚儿痛苦万分 难以抉择的状况 没有下出主意 而是和小诚儿一起跪下来祷告 求神给她聪明智慧 也赐给她心里的平安 和今后家庭生活的平安 这位朋友呢 在祷告的时候 找到了圣经里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三到第十四节的经文 她就把这一大段经文 念给小诚儿听 小诚儿听完之后啊 两个眼睛睁得大大的 然后呢 就把圣经借走了 没有说任何的话 过了几天 小诚儿把圣经还给了朋友 说 我已经决定要娶这个女孩子为妻 婚礼呢 一切从解 结婚之后 我们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住 这位朋友啊 在心里面感谢神的带领 也祝福他们在新的环境里 能够彼此相爱 生活愉快 过了五年之后呢 她又和小诚儿取得了联系 小诚儿告诉她 他们结婚之后呢 先是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呀 又生了一个女儿 现在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他们夫妻恩爱 相依为命 共同努力 在他乡呢 开创了新的生活天地 也在当地的教会里 一起侍奉 家里的老人家呀 也很喜欢这个贤惠孝顺的儿媳妇 小诚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可能有不少人曾经有过相似的遭遇 也不知道将来还有多少人 会遇到类似的难题 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的禁文说 已有的是后必在有 已行的是后必在行 日光之下并无心事 那些遇到了类似遭遇的人 该怎么样来解决 这个让人头痛 心也痛的问题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小诚 怎么样决定结婚的吧 他的朋友给他找到了圣经里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到十四节的经文 小诚是看了经文之后决定结婚的 那么一定是这段经文 使小诚下决心要饶恕女朋友的过去 那么让我们也来看看这段经文吧 我来念给大家听 文士和法利塞人 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 叫她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 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你看看法利塞人的居心有多险恶 因为耶稣常常教导要爱人和宽恕人 可是呢 律法又规定行淫的妇人应该被用石头打死 他们呢 就特意抓了一个这样的妇人来 给耶稣出难题 如果耶稣同意按照律法打死了那个妇人 就违背了她自己爱人和宽恕人的教导 如果耶稣宽恕了那个妇人 就破坏了犹太人的律法 让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主耶稣没有否认这个女人有罪 但是他直接对着所有人的良心说话 间接地责备了那些 以有罪的心来假行公义的人 应该先对付了自己的虚伪 再去审判别人 人们听了耶稣的话 都默默不想地退出去了 最后呢 只剩下了耶稣和那个妇人 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 当然有权利定那个妇人的罪 然而耶稣却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小辰看到这段经文之后 想到了什么呢 是发现自己也有罪 所以就不再追究 女朋友过去的过错 还是被主耶稣的爱所感动 饶恕了女朋友 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待别人的判断 很像法利塞人 因为缺乏爱和怜悯 我们喜欢揪住别人的把柄不放 主耶稣在两千年前 就告诫我们 只有自己没有罪 才有权利定人的罪 只有主耶稣是有权利定我们的罪的 他却饶恕了我们 我们不愿意饶恕 实在是因为我们爱得不够深 小辰呢 发现了自己的盲点 他自以为深爱女朋友 可是那份爱 却比不上主耶稣 对一个犯罪妇女的怜悯 所以呢 他放下了人自私的爱 接受了神的大爱 与女朋友在爱中饶恕 何为一体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 我 碰上了类似的事情 又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饶恕了我们的罪 也求你赐给我们 更多的爱心 让我们不注目在 别人的罪上 而是在主的里面 彼此饶恕 以爱相联系 祷告是奉靠主 你荣耀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